可以了 你們可以在都蘭波會很久了 然後紀典歌大概都蘭現在流傳有保留下來大概十八首 然後當然也有一些難度很高的 就是影唱跟打唱完全不一樣的 有這種的 然後你們就練習如果喜歡的話就練習聽啊練習唱 然後當然現在因為沒辦法教你們跳舞 那只能教你們一個牽手的概念 牽手會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單牽手 就是你跟你旁邊人手牽手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這種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大家比較容易誤會 就是那個手 那胸口會有交 手會有交叉的齁 那通常在胸口交叉的不是自己的手喔 不是這樣喔 不是自己的手 是別人的手 所以你的手在 手是打開的 然後順著中跟逆時中轉 有差 如果是你就是像我一樣 逆時中轉 就是逆時中轉 你的右手會壓在人家左手上面 對 右手會壓在人家左手上面 對 右手會壓在人家左手上面 這樣在帶頭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們可以實驗看看 跟好朋友 這樣知道喔 就是那個胸口交叉的手 不是自己的手 是別人的手 這樣 了解了嗎 然後 哇塞耶 還滿滿開心嗎 你有牽到別人的手嗎 開心嗎 哇 你會覺得好生氣喔 我胸口做了兩隻手喔 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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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氣 那是別人的手 別人的手 因為畫面看起來很像自己的手 但事實上是 手是打開的喔 我們講的馬里古老 他半部分的牽手方式是這一種 只有到那個特殊的方式的時候 才會所謂的當牽手 就是平常呢 你們看起來就是手牽手的那種方式 對 那因為這是儀式喔 所以他的牽手會比較特殊 然後在跳舞的時候 有一些禁忌 那我覺得是先給大家講 就是所有的舞蹈在都蘭尼 是這樣子的 就一定是最小的男生開始跳 就小男生 就我現在在募款這些錢 就是要去交的那群小男生 你會覺得很誇張 為什麼部落的慶典 怎麼從最小的開始 不是老人家自當的 不是 年齡皆成是這樣子的 就是他所有的事情 都要從最小的開始學習 最小的要先唱 他們不唱 祭典就沒辦法開始 所以你們的投資很關鍵 我一定要把他們交會 在半清一點之前 那現在他們大部分大的都會 因為已經大概五年了 他們大概都會了 但只是那個領唱那個很關鍵的人 領唱那個人一定要 要練習會在 你會看小的人先跳出來 大概賺了一千 在我們講十幣 就是大家講的祭典場地 就十幣這樣 賺一千之後 上面的哥哥 就一個年齡皆成 一個年齡皆成 阿美祖是 男生是按道 都然是這樣 五年為一個單位 你就會看到什麼 拉千禧啊 拉立委 拉撒縫啊 拉監察 這種都拉開頭的 這是這一群人的名字 就像你們現在也有 一群人的名字叫拉鐵粉 所以你們是一個階層 但你們不小兒 當然試試看 部落人會很驚訝 你們怎麼會出現的 我覺得先讓你們知道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小兒開始跳 跳的時候 哥哥就會一層一層往上牽 牽到最老的 下去跳唱歌的時候 所有的 這樣的那個 馬尼古拉 歌才結束 那中間會有一段時間 他會讓女性參加 所以會 就是到時候 你們就可以參加 或外面 但是插入那個隊伍的時候 請記住 就是 不要插前排 盡量往尾巴走 就是你們在學習的狀態的話 或外面的話 就是盡量插到 每一個階級的最尾巴 或是你們很喜歡 多的小孩生 你可以接在他的後面 類似 接到每個階級 其他衣服的顏色都會區分 你會看得出來 一個階層一個階層的 你看得出來 我覺得接在他的尾巴 後面 或者是到處第二 第三個都可以 就這樣 比較有隱茂 然後接人家的 開放 讓你們下去跳的時候說 你可以拍拍他們的肩膀 肩膀 如果你們要踏琴門 代表你喜歡他們 所以不要亂拉 肩膀就好 他就肩膀喔 手臂這樣拍拍他這樣 然後他看到你 他如果跟你示好 他就會空一個位置 你就可以進來跳 就這樣 很簡單 當然我剛才講的 就是順時鐘的時候 不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這樣順時鐘結束 換定時鐘開始轉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焦零 你們聽到剛剛那些歌的時候 就是可以 就是讓很多兒子 因為那時候就變得 比較像慶典的狀態 不是儀式 你們進來的時候 大家比較 那個氣氛比較笨 那你也比較容易感受 那個時候的氣氛 要不然儀式進來的時候 大家臉都是臭的 不會等你好 那你可能會 會被他心裡會 啊好不容易 來個都蘭 都蘭的都蘭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是直接錯了 進來的時間錯了 然後那都蘭現在也有一種狀況 就是 你知道很多朋友 還喜歡都蘭 所以部落會有 會有一個詩意 會拿麥克風 我們他有一個結成 叫Mikumura 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 中間幹部 青年之父 所有年輕人的 長輩 他會控制整個 在跳舞的過程 他都會講母語 他要讓你聽得懂 他就會講中文 基本上他都講母語 你希望聽法文比較好 好 這是在部落裡面的 就是你們最容易碰到的 而且這樣的舞蹈 三天都有 但是三天的情況都不一樣 然後我建議大家是第一天去 第一天去有一個好處就是 不是開摩 不是開摩 那開摩是滿無聊的 為了政府 為了一些過程這樣 那下午會有一個叫巴拉放人 就是布蘭的 波羅第一天 7月15號 巴拉放 巴放 顧名詩語就是 呃 朋友 巴拉放有點是 要 要 歡迎 所謂的 就是放 也可以翻譯成 就是 娛樂長輩 娛樂 我們的尊敬的人 巴拉放 他基本上是 要讓老人家開心 所以你會看到 每個階層 從最小的到最大的 所以 都會跳出來跳舞 跳跳舞 那娛樂 我覺得就不必解釋太多 因為反正是娛樂 你一定看得懂的 那我們的方法會有兩種 一種是傳統歌謠 阿美祖很喜歡自語娛樂 最容易搞笑的族情是阿美祖 然後 他我們的方式都這樣 就是自己 把自己用得越好笑 越容易受到長輩的愛戴 然後男生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就是要好動 要很會運動 因為阿美祖很多古老的訓練 都是要訓練男人勤勞 那代表阿美祖本身貼心是懶惰的 所以他如果他可以很勤勞的表現自己 然後自己的力氣 或者是自己的舞蹈 然後人家就會很開心 這個是在傳統上面 那現在分出來一個很特別的教 我們會講現代舞 現代舞 那你就那時候就聽到 你就看到這個時代很奇怪的融合 你們的印象中可能是祭典 很多儀式 沒錯有一些東西 但基本上在那個死兵那個會場 你碰不到 你把拉方的笑的時候 那個娛樂部分 年輕人就會用放音樂的部分 就會有一些搞笑 然後用自己的方式 當然原住民的好笑的邏輯 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樣 所以現場會有很多很納悶的觀光客 他就問 不然怎麼變這麼現代 那不是現代 這是年輕人自己用 我們自己組裡面的方式去娛樂長輩 像有一年世祖賽 08年的時候 你會看到所有的階層 他們都用足球 當作他們的表演的娛樂重點 那一年所有的歌 都在放世祖賽的歌這樣 這很特別 但今年可能就是海嘯跟河災 還有 還有不出話記 你會看到部落的年輕人 跟這個時代的脈動 還有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結合 看著這個東西 都會呈現在所謂的現代舞裡面 然後年輕人把外面的資訊 用娛樂的方式讓人家知道 這個很特別 很多人類學校在研究 所以他們一點都沒有被娛樂到 那我希望大家就放著輕鬆的心情去看這個 那個時候的氣氛也比較歡樂 比較像慶典 好 17月15號 然後其他時間就會像看到我講的 就牽手的舞蹈出現 但情況都不太一樣 第一天的話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那個很嚴肅的部分 其實在海邊就結束了 上來到我們講石壁 你只要聽到這個單字 石壁 就是我們紀念的場地 然後都蘭的紀念場地 就是現在的都蘭的活動中心 然後公民政府的時候 就是因為沒有人認養這塊地 所以他就被政府這個時候變活動中心 旁邊還蓋了廟 因為平地人覺得那邊很有靈氣 本來那個廟很小間 現在變很大間了 然後我們在廟前面跳窩 很特別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文化的 從在那個狀態 然後也變得很多人會來 突然的 風靈氣怎麼會是在廟前面跳舞 是人家把很有靈氣的東西 蓋在我們那邊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然後廣場還蠻夠大 就是那個時候跳舞都夠 然後你們下來可能就會不夠 會有那個 男生就會有剛剛那個勇士舞 Halloween 聽到了 就知道了 然後那個時候跳舞 有時候跳舞之後 就才會有開始 婦女的那一個舞蹈 婦女 就婦女這個時候才會進來 然後才會有剛剛我講的那個跳 年輕的舞 中午有一段時間很特別去吃飯 第一餐 第一餐一定要在地板上吃 我們要跟祖先共餐 你會看到那天的中午 大家都在地板上吃 沒有 不是我們沒有桌子 我們買得起 真的 但是那餐 就是要在地板上跟祖先吃飯 不會有 塑膠碼、塑膠塊這件事情 然後有穿衣服的 就是穿透服的 就會在那邊吃飯 其他人都會在旁邊看 因為第一餐跟祖先吃 就是那還沒有吃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人 我們講米古拉的長輩 他會來每個階層裡面 搜取最好的食物 拿去給那個長輩 長輩就是很老的那種 準備要死掉的 準備要變成祖先的那種 所以他們會有餅子 只有他們有 因為他們準備要變祖先的那種 很好笑 但是這個真的是真的情況 就是在拿到菜的時候 我們都很捨得 把最好的食物送出去 都要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現場 你覺得你也都先捨得 要給那個 看病祖先的長輩 你可以拿出去 當然基本上 我們還是用傳聞的食物 最好的都要拿給他們 因為他們病祖先 他會保佑給他們吃 然後其他就是沒有意思 全部都在地板上吃 甚至差不多了 才會邀請朋友 然後基本上 你們找你認識的 或者是在部落遇到 然後他對你有感覺的 他就會分一點食物給你吃 你就會感受到那個 祭典裡面看的那個氣氛的開始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 就是我覺得你比較好切入部落 那時候可以認識部落的人 當然你不用全部都找我 那我會很辛苦一直能吃 對 可是去電波羅裡面的人 聊聊天 就是非常 好不錯 就是在吃飯第一場 就是在吃飯第一場